1-4 任一角的三角函数值的习题第10题 题目先要告诉我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θ 是一个ray角 那也就是零度会效于θ 效于90度 那第二个线索是t 会等于3 4 的情况下 题目要叫我求以下三个小题 好 这题来说这两个线索θ 是ray角 而且第二个线索是t 等于3 4 我就可以画出以下这个直角三角形ABC 然后我那角C是90度 然后角A是θ角 那既然角A是θ角的话 我又搭配题目跟我说的t 是3 4 所以我就让AC的长度会是4 BC的长度会是3 那也由于角C是90度 而且三角形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我就可以知道斜边AB的长度会是5 那我已经知道三边的长分别是3 4 5 我就可以知道什么 Sideθ会是什么 斜边分之θ角的对边 所以是5分之3 那Cosθ会是什么 斜边分之θ角的零边 所以是5分之4 好 接下来的话 我知道Sideθ会是5分之3 Cosθ会是5分之4 T會是4分之3的情况下 我现在看第一个小题 Cos-θ Cos-θ的话我们先复习一下 -θ的三角函数的转换 那以下会有这三个 那这三个的详细过程课本里面都有清楚的说明 那我们这边讲一下最后的结论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题要用的是Cos-θ 对 那Cos-θ大家看一下 这边-的话 它其实具有消失系 对于Cos来说 所以Cos-θ 其实那个- 我可以当作没有看到 所以会等于的是Cos-θ OK 所以Cos-45度 就会等于Cos-45度 Cos-70度 就会等于Cos-70度 那另外两个说明的话 课本里面都有清楚的说明 大家记得要回去翻课本 所以Cos-θ 就会等于Cos-θ 那我们刚才知道 Cos-θ会是5分之4 所以第一个小题的最后答案 会是5分之4 好 第二个小题是 Side270度 减掉θ 那我们要复习一下 270度减掉θ 这三角函数值的转换 那这一题我们会运用到 是Side270度减掉θ 所以这边我们就只讲的是 第一个是Side270度 减掉θ 那它会等于 负的Cos-θ 那记得这边的θ是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30度啊 或是245度 或者是736度 代价都会是对的哦 那Side270度减掉θ 会等于负的Cos-θ 所以第二个小题我可以知道是什么 Side270度减掉θ 会等于负的Cos-θ 那我们刚才也知道Cos-θ 会是5分之4 所以第二个小题最后答案就是负的5分之4哦 好 第三个小题探讨的是Tangent的180度加θ 那我们要复习一下180度加上θ的三角函数值转换 那我们知道这题我们要运用的是Tangent 所以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一个格子里面的第三个点 第三点是Tangent的180度加θ 会等于Tangent的θ 那记得一样 这边的θ一样是任何的角度都会对 所以你放45度啊 73度啊 213度 进来都会是对的哦 所以我们知道Tangent的180度加θ会等于Tangentθ 所以第三个小题最后答案会等于Tangentθ 那题目一开始就跟我们说Tangentθ会是四分之三 所以第三个小题最后答案就会是四分之三 那大家记得一下这三个粉红色的框框的详细过程 课本里面都有清楚的说明 记得要回去翻课本哦